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由京都来到大阪 会在大阪住四晚 会入住在深齋桥附近的Bespoke Hotel 我们一起去看看 Let's go 因为房间要三点才准备好 所以现在出去逛街吃东西 等一会才和大家做Room Tour 其实由京都来大阪的方法 交通到有很多 因为我们住在京都的酒店 是在京阪电车站附近 我们就搭京阪电车 出到大阪大概是用了46分钟车程 接着就转地铁来到这里 车费就不算贵 京阪电车由京都出到大阪 都是430日元 接着再转成地铁 大概好像是刚才210日元 如果观众朋友都喜欢收看旅游分享影片的话 就记得按我DanMan826频道的 免费订阅和钟仔 全部都是用心制作真人真情分享 多谢你们每一位的支持 由我们酒店Bespoke Hotel 走出去深齋桥 都是大概两三分钟 地铁方面 你可以在酒店后面 就有长挖桥站 走过来深齋桥 这边也有深齋桥站 有两条线的地铁都可以搭到 好 今天的行程主要都是想去深齋桥 南坡这边逛街 今晚就约定了一个烧肉放堤 也不是太贵的一个烧肉放堤 但是我看到有人分享介绍过 它的质素素也ok 那就去试一下 剛出現深齋橋,有一隊好像有些慶典的人走過,喊了,有點特別 其實由酒店出來深齋橋這個口,就有一間圓綠壽司,這間大家都應該很熟悉 以前好像是100日圓一碟,現在是140日圓再加稅 也有一些是200多,300多日圓,不過這間就是經濟實惠型的壽司,迴轉壽司來的 今天是星期日,現在是大概12點,中午已經幾多人,幾熱鬧,深齋橋 因為這個weekend生活,原來是日本的長假期,明天星期一是放假,他們叫做運動日假期 不知道是不是大家都要去做運動,10月9號就是他們的假期,星期一 今天都是走到邊吃到邊,大家都知道我都喜歡吃淡淡麵 所以看到一間,我記得很多年少來,叫做鴻虎軒 是中華料理的食,淡淡麵,拉麵,餃子,點心 很多不同的食物,很多不同的食物 那我點了一個,這個是牛肉的淡淡麵 它都是一些比較大件的牛肉,好像我在東京那間倉龍 糖肉堂食那間那間那間那樣 另外小時候,我會做白芝麻淡淡麵 又會叫餃子和韭菜果,試一下 汽水就不喝了,這裡汽水也要300多日圓 現在先喝水,出去外面,按汽水機便宜些 韭菜果很香,一件是250日圓 切開去裡面,看到有些蝦粒 都很豐富的韭菜,是煎的 很好吃,好吃 我們這份餃子有六件 這也是普通拉麵店的餃子 它有一隻叫肉肉餃子 肥大一點,多肉一點 不過是吃這個,普通,不需要這麼多肉 我們兩碗麵來了 我這碗看起來跟我在東京那間倉龍堂肉堂食的差不多 它的牛腩就沒有那麼厚,它都是用牛腩的 拉麵的大小都差不多 它有一隻半隻的蛋 那個味道也是酸酸辣辣的 有一點點肉碎 湯是比較濃稠的,不算是很稀的 味道我都喜歡這個 這個我都... 士兵斯小方十一碗就沒有肉吃的 只有肉碎的 只是吃過芝麻的味 比較多一些麻香 有一點芝麻和加少許辣味 也不是那隻四川麻辣的味道 是有芝麻加少許辣油的味道 我這隻就比較濃味 喜歡吃肉也是吃牛腩好 但它也不是很多的,只有四件左右 其實坐地鐵的時候也碰到有觀眾朋友 如果你想立刻看到一些旅遊資訊 就記得追蹤我的IG和Facebook 因為我這些這麼棒的東西都會通常 立刻post上它的story 如果大家這麼巧要在日本的話 你們知道有什麼可以去找吃 又是大滿足的一頓 適合我口味 這間的咖啡麵都... 我喜歡吃 我也是喜歡吃一些濃味道的東西 所以你如果跟我適合口味的話 你也可以來試試這間 我今天吃了兩個麵 一個餃子,一個韭菜果 3289日圓 其實是我這碗麵比較貴 我這碗麵算是1500多日圓 小警司小方十一碗是990日圓 因為那本是沒有肉吃的 那本是只有肉碎的 前面這間551餃子 又是經常都這麼多人 我現在都排了場路買 買外賣也很多人 走了一天又想吃了 來旅行就是... 吃和買 現在想著去麥當勞 因為他們有一個炸蝦餅 想試一下 想吃蝦餅都沒得吃 進去後發現是賣光的 可能這裡是遊客區 每個人都想來試一下 炸蝦餅 兩點已經沒有了 進來一間吃大阪的章魚燒的小店 很小間的 十個八個位置 有六張花桌 因為進來這個是蘭波的地下街 剛才因為吃不到麥當勞的蝦餅 又肚餓 想吃點小食 來到大阪 就試一下章魚燒 因為大阪也是... 這個大阪名律 我們叫做一個三款味道的聖盒 還有原味 還有蔥 還有一個叫做電波燒 電波燒的意思就是 有牛筋粒和蒟藥在裡面 應該是煙煙韌韌 魚辣辣 咬下去有少許牛肉粒 還有少許蒟藥 即是那些 好像啫喱那樣撞 進來酒店房 我們今天住在二樓 215號房 房間真的很小 進來進來進來 一眼就看完了 兩步可以走進來的房間 不過這間酒店的地理環境不錯 因為走出深齋橋兩分多鐘 地鐵站也是兩分鐘左右就到了 有兩條地鐵線可以選擇 除了家屋方便 另一個住酒店 我的要求就是 最重要是乾淨 就是站在這間房間不錯 進來有淡清新的味道之餘 我看見也挺新淨的 不過這間酒店我記得 疫情前我是來住過的 它也有兩張床 每張都比普通單人床大一點 有很多插頭 床頭有兩個USB 有兩個扁腳插頭 電視機下面那邊也有兩個 門口的圓關位也有兩個 都充足的插頭來充電 麻雀雖小就誤狀俱全 這間房間 起碼也有一張桌子 還有兩張椅子 買了東西吃回來可以在這裡吃一下 可以在這裡做一下電腦 因為昨晚在京都房間 沒有燈的 有張摺桌子 要坐在床尾上 弄電腦 這裡是可以的 電視也挺大 不過我們房間 二樓沒有什麼景觀 看出去就是一個平台 平台位置 不過就安裝到外面的大門口 其實大門口對著對面 正正是有一間Family Mark 要買東西吃飲品也很方便 這間酒店房間真的用盡每一吋的空間 有個架 有些衣架可以掛衣服 有很多不同的勾 有兩對積氣式的拖鞋 有鞋抽可以用 連這個紙巾也是掛在這裡 平常放在桌子上 因為桌子太小了 這就是用來噴衣服 這是一種新鮮器 一進門口這個洞洞 就是一個小型的巴桌 另外有茶包、咖啡、沖座 有茶壺、杯 下面有一個吉的雪櫃 不過記住 入火的時候它是關掉雪櫃 你要開啟去打開紅燈才會冷 下面就是迷你保險箱 洗手間浴室也是日式堂 沒有色的 有免治馬桶 也有浴缸 有一個浴缸仔 手持色花灑 沐浴露都很齊全 有牙刷牙膏 我看到下面有其他 你也可以拿的,梳、梳泡 但它没有放在房间 简简单单,最重要是依据 干净就最重要 酒店的二楼还有自助洗衣机 干衣机,可以去洗衣 两个小时的标准洗衣和干衣是500日圆 其实有这些自助洗衣服务很好 因为现在来日本旅行 有时不只来两三天,三几天 一来十天八天,又不想带那么多衣服来换 有自助洗衣就完美了 刚刚在我们酒店旁边,发现了一间餐厅 挺特别的 今早来的时候,已经见到有人排队 刚才进去看看,原来是吃黑毛和牛 有汉堡扒,有牛肉 我问他可不可以订位,明天吃午餐 可以的,竟然订了两个位 明天就不用排队了 如果没有订位,会见有人在外面排队 明天跟大家去试试那间 今晚先吃烧肉放堤 现在再去南波那边走 八点钟才吃饭 又没有开机,不过又夹到一只Snoobie 这只不是夹的,这只是扔下来的 慢慢扔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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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日圆,12次 因为500日圆有6次,就做出来了 正,这只给很大,好有趣 今晚去这间烧肉叫做历远烧肉 其实在大阪很多地方都有 今天来的是杜顿挖的分店 就是这里,上去五楼的 有一家家庭市场 在这里搭升降机 进入到这间历远烧肉 它是烧肉放堤的 可以选择90分钟或120分钟 120分钟是贵几百日圆的 它有两个设计不同 有个3000多日圆,有个4000多日圆 我们就叫做贵的 贵的可以什么肉都可以叫的 它是用一个iPad来点点的 虽然120分钟 但是 order时间就是有90分钟的 所以我们都要争分夺料来吃 因为今天真的好饿 我们叫了第一批肉 但我也不知道什么肉打什么肉 你们大家看一下,它样子真的很漂亮 它还有一个是一大条的牛腻 这条牛腻长到差点摆不下 吃这个烧肉放堤 必须每人都要选一个饮品的放堤 它有Soft drink,有啤酒 这些酒类 我们只喝汽水,只有500多日圆 酱汁有个柠檬汁 有个烧烤汁 有些盐盐 柠檬汁用来点这个牛舌 当然 那我们都叫它一些小菜 即是一些泡汁 一些配菜 肉类的转责也很多 但主要是牛肉 还有几款是杜顿挖店的special 是这个店有的 不客气 哇 这个肉真的可以 好吃 不客气 不客气 有点时间留下来 我看到门口也有个牌 有人写名等位 不客气 如果你有计划 早点订下来 就会好些 不用等位 有时放一半 一个半个钟就不好 那块很大的牛舌 我们剪开它之后 但有点韧 很有咬口 不行 它的牛舌不行 那我试一下 它有点薄切的牛舌 另外 可能我刚刚吃的那块 是尾部位 中间那块 可以 中间那块 咬下去就不会太韧 一下两下就咬到 好 现在吃这块 刚刚烧的 就是好像这些瘦器烧的 薄片 但是很大块的牛肉 这块也很滑 加上泡菜更好吃 第二轮 我们叫了一块牛骨 它真的是整块骨 这样 有上烧的给我们 还有再叫了那块 有雪花纹的牛肉 还有叫了四件 牛 生牛肉寿司 它来到一个火窗 就是轻轻的烧熟 那个牛肉面 看起来都很吸引 试一下 试一下 牛肉寿司 哇 好像吃鱼 很油 充满油脂 现在厚一点油 不过我觉得 始终吃放蹄 这些烧肉 就是要养一些饭菜的烧肉 才好吃 不过我刚刚都爱了 叫做一个生菜 也可以用生菜 包吹 加些奶油 都好吃 还有我们最后再追加肉 那些质量都是一样的 不过是第一次来的 那些好一点 这样 都是有雪花纹 叫了一个冰饼盆 因为反正我们打算叫饭 不如叫冰饼盆 就会有大些菜 因为它不是用石窝 它是用一个铁盆 这样做的 上面还有蛋 有些乳酪 菠菜 红萝卜丝酸菜 芽菜 芝麻 坦白说 我们现在都差不多 譬如 吃了欠五分钟 只够一个小时 还有一半时间 但其实我们都差不多 饱饱了 因为可能年纪大 食量不够高 年轻人来 应该可以吃得多些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放慢脚步 刚才太急 怕死不够时间 现在我们还有一个小时 虽然 都可以叫九十分钟 但是我们可能拍摄 怕赶快 九十分钟和八二分钟 每天都差三百日圆 即是十七元左右 那八二分钟 可以舒服点 又可以慢慢喝点 吃点菜 还有甜品 一会儿 有甜品我一定要叫 我们两个的战斗力 吃了一个小时 三个字 即是七十五分钟 已经很饱了 不用再叫肉 我们现在就吃甜品 它甜品有个挺特别的 就是我刚才说的 好像巴菲 有像鱼烧的脆饼 有些雪糕 这样的 它其实也有其他的甜品 例如 有柚子梳梅 有朱古力雪糕 有柚子梅 草莓、草莓、绿茶 还有还有那些 好像是 好像是banana 不知道是什么 椒 还有一个巴菲 非常满足 真是大满足的一餐 今天我们两个人 买单是一万一千七百九十二日圆 即是 以今日的汇率 大概一天是三百一十二港元 左右 就包括这个饮饮放堤 还有这个一百二十分钟的烧肉放堤 我觉得价钱算是 very 性格比高 very 性格比高 我觉得 下一集的 Let's go 京版神大版篇 Dan Mann又和大家去吃自助餐 我们去了 位于Arts Hotel 的Sky Buffet 51 食自助午餐 这自助餐的食物都算非常之丰富和精彩 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下一集的详细分享 观众朋友喜欢今天的分享 记得给个like和share影片给朋友 还未订阅我Dan Mann826的频道 记得按下来订阅和钟仔 当我有新影片出的时候 你就不会错过 还可以follow我Facebook IG 看到特别优惠咨询 生活点滴 即时和大家分享 我们下条片再见 拜拜 拜拜